Hello大家好我是Yuki 今天这期视频内容呢 其实是我临时想到的一个话题 因为过一些天嘛要回武汉 然后和爸爸妈一起过年开心 那正好趁着年货节呢 我也会提前准备好一些 就是过年回去送给爸爸妈妈的一些礼物啊 还有家里的一些长辈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其实对于不管你是学生党 还是上班族来说 我觉得都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送礼物这件事情 就是不管你是送家人也好 送朋友也好 送礼物送的是一份就是非常实在的心意 而不是说你一个走过场啊 或者说表面上的一些人情往来 因为我从大一大二这个时候开始 就是每年过年回家嘛 都会给爸妈提一些礼物啊 所以就还算是有一个小小的经验 因为最开始其实我也不知道送什么 经常会上淘宝 然后上百度搜一些什么 送爸爸妈的礼物啊 过年礼物啊 新年礼物啊 什么年货礼盒这样子 就真的是这些字眼收出来的东西 有的东西真的是太鸡肋 就是你可能就是拿在手上提个礼盒回家 可能会看的比较好看这个样子 但是实际上它里面的东西 有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实用 就是你买回去人家看一眼 可能以后就会闲置 而且就是买回家之后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同感 就是你买了一些非常不实在的东西 然后回去送给爸妈 爸妈就会说你又浪费钱 然后买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次送这些礼物 你要想好就是你的家人 确实他有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送到人家新坎里 人家才会就是发自内心的 收到这份礼物 然后很开心 这样子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这期视频内容呢 我觉得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觉得比较适合 送爸妈还有家里一些长辈 爷爷奶奶之类的 第二个部分呢 我觉得就是比较适合走心访友 然后送那些礼物 那我们现在先从第一个部分开始讲 首先呢是这个 Black Mouth澳家宝的这个 深海育油 我觉得就是买来送爸妈呀 还有家里的长辈 我觉得都还是挺合适的 因为这种保健品嘛 就是预防老年痴呆呀 还有一些就是降三高嘛 老年人他一般就是高血脂高血压 然后还要高胆固醇 就是这些比较普遍的老年疾病 我觉得就是送一些像这样的 比较实惠一点 就是实用一点的保健品 也都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呢这个牌子口碑也还不错 我觉得鱼油这种保健品 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汤层被溅的蛋白粉 蛋白粉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用来补充蛋白质 然后提高免疫力的嘛 就老年人他们免疫力啊 还有抵抗力都比较差 所以我觉得就吃一些蛋白粉去补充 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适合送人的一个礼物 然后呢就是这个Sweiss的这个钙片 这个是我准备买来送给我妈的 因为前段时间就是我妈她腿肿了嘛 就是脚踝那一块全部都肿了 然后上医院一查 就是说她那个就是缺钙嘛 严重缺钙 就是骨质疏松 然后因为女性她过了更年期之后 她那个钙的流失就会非常非常快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妈妈呀奶奶 其实就是比如说家里全家人吧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就吃一些 像这样子的一个钙片 这个也是买回去送给爸妈 爷爷奶奶都是非常合适的 还有这个乳胶枕 我觉得送人也是蛮好的 因为像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 其实年龄越大的话 睡眠质量就会不太好 所以就是需要一对像这样的枕头啊 因为乳胶枕反正我自己在用 我自己用起来还挺好的 所以这一次过年回去 就准备给家里的一些长辈啊 然后可以买一个像这样的枕头 然后它上面包装也特别好看 有一个扶珠赫穗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喜庆 然后也很硬过年这个景嘛 然后正好我妈是属租的 就是本命年嘛 送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还有这个电子血压剂 如果说家里的长辈 还没有就是买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可以买一个回去送给他们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肯定是会受到一些 就是三高的困扰嘛 所以平时家里备一个像这样的血压剂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它这个是手腕型的 就是比如说冬天很冷的话 就不用把袖子全都撸上去 我现在以前就那种最老式 它都要把袖子撸到最上面 然后在这一块去测量的 现在就是这样子就可以 就手腕这一块直接包上去就好了 还挺方便的 而且它是一个充电型的 就是不用来回去换电子 因为家里有的 就是比如说像爷爷奶啊 他们年纪确实比较大 换电子也不太方便 有时候就没换好的话 这个东西就用不成 就充电还挺方便的 接下来呢 就是我看的几件衣服吧 就是适合送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一些衣服 然后首先是这个马甲 这个马甲我觉得还挺漂亮的 挺适合就是送给妈妈 这个款式也比较时尚一点 然后有很多个颜色都还挺好看的 有两个就是像那种紫色呀 像那种紫色 还有那种就是粉色 这个粉色我觉得也还挺漂亮的 就比较适合妈妈 然后在里面穿起也比较好看嘛 然后也比较保暖这个样子 我觉得就是送一件像这样的贴心小棉袄也挺好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波斯登的这个马甲 这个我觉得就比较适合送给奶奶这样子的长辈 我去年就是买了一件像这个大红色的 然后送给我男朋友奶奶 他还挺喜欢的 就是也比较暖和穿在里面 因为老年人他们都非常怕冷 如果说外面穿的衣服就是不够保暖的话 里面加一件像这样子的马甲还是挺好的 这种羽绒背心当然也是少不了爸爸和爷爷款的 这个就不分年龄段了吧 我觉得他们都是可以穿的 就是像这种羽绒的一个小马甲 然后套在里面穿会非常的暖和 反正我觉得就是送家里的长辈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然后还有这一款就是 这个叫什么牌子 骆驼户外的一个轻薄的羽绒服 这个反正我们家里人都还挺喜欢穿比较轻薄的羽绒服 因为穿的太厚的话就比较的笨重嘛 这个就是比较轻薄 然后它是羽绒服也是挺暖和的 就是送妈妈呀 送爷爷奶奶爸爸都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比较基础那种款式 其实也不分年龄段都是可以穿的 刚刚忘记讲了还有一个就是一粒的这个高盖奶粉 因为我妈真的是就骨质疏松 就是缺盖比较严重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多需要买一些像这样补盖的东西回去给她 这个是一个中老年的高盖奶粉 然后它是里面有一公斤两罐是139.8 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价格上面还蛮划算的 然后也有这种礼盒装 觉得就是不管你送妈妈也好 送一些家里的长辈都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呢我选了两款就是无糖的糕点 因为我觉得就是尤其像爷爷奶奶这一辈的 他们年纪比较大了 然后不管他们就是有没有糖尿病这一类的疾病 我觉得都最好不要吃太甜的东西 对身体也不好 所以我选了两款就是都是无糖的 这个糕点类的一个就是礼盒 然后呢还选了这一款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都挺合适的 看上去也还挺好吃的 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是几乎所有的老人都还挺喜欢吃糕点类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送什么的话 送一些吃的东西我觉得是一定不会错的 就是也是特别合适的 还有欧莱亚的这一套抗皱护肤品 这里面是一个套盒 然后里面有洗面奶 还有水乳 然后还送了一些小赠品 这一套是400多块钱 就是不到500块钱的样子 我觉得就比较适合妈妈 因为像妈妈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一般都是用一些欧莱亚 还有欧莱亚 还有一些雪花秀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送这一套还是挺合适的 然后这一套也在做活动 就是买回去送给妈妈还是蛮好的 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觉得比较适合走心访友啊 然后送亲友的一些礼物 都是一些吃的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白草味的 它是一个坚果大礼包 然后它里面有1600多颗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礼包 然后里面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坚果 我觉得坚果类的东西 其实过年就是做一个礼盒 然后拿去送亲友还是蛮好的 就是它包装也比较好看 然后确实里面的东西也是挺好吃的 然后也比较实在的一些东西 而且吃了也对身体好嘛 这个礼盒我觉得送人是特别特别适合的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徐富记的撒谎礼盒 它里面有一些就是撒奇马呀 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临时大礼包 这个也是红色的包装嘛 然后里面有很多吃的 我觉得送人也还是蛮好的 就过年期间送一些吃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最实用最实在 然后它的包装又好看的话 也是比较喜庆的 最后一个吃的呢 就是这个好想你找的一个礼盒 这个我是去年还是前年 我已经买过了 它里面都是一些红枣 然后就是一些免洗红枣 有一些单独包装在里面 一包一包的 这个我觉得送人也还是蛮好的 我记得就那一年 然后买一盒像这样子的 就是礼盒送给我妈 就是我妈还挺喜欢的 因为里面都是红枣 就是吃了对身体也好 然后我觉得送一份像这样子的礼物 给妈妈也是特别贴心的 那这期分享内容就是这些啦 这期所有的链接分享呢 都会公布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 这期的分享呢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哟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拜拜